四月二三地檔 造成華聯的富貨大飯店 跟通常大樓逃去 再去樓大樓 加上機具調度要的時間 現在又在進行貼圖進行的準備作業 因為這個富貨大飯店 是在樓梯的地方 附近求這個洪搜山 造成店家 無法做的行李 再去有店家 冠軍中介有保存機閃的食品 先拔走 一早華聯市區樓大樓 已經逃去的富貨大飯店頭前 繼續有攔一個車 跟貨車在持續作業 北台 上面協助拆田翁村的大哥機 並且需要更長的娃娃才可以拆毒 加勞戰 才在等台北 走過來 高級要花兩禮拜時間才可以完成拆毒 旁邊上店的完工 趕快來拔火 怕有的食品會過期 完工打開門 點來雖然有些東西落下來 但材料不算嚴重 完工請說 魚鑽實在太多 已經累積經驗來拆免損失 比較高的產品都可以把它先躺著 避免它地震的時候就再摔下來 因為之前第一次地震的時候 它就全部都摔下來 都破掉 下一個月後 兩天 中三路的商店都停止營業 打開門的時候 發燃為他一間分行的中華銀行 完工 冠金 搬來白亞來統地客戶 除了拆毒鋼祖 戶客大飯店頭前也搬來肉 放在商店頭前做保護 當地理論說 附近商店實在不停 關於店兩禮拜 現在真的是日子很難過 兩個禮拜他們可能受不了 當然受不了 太久了 現在地震就 遊客又少 沒有進來 現在在附近的顧客也是要顧好 不然商店附近的傳統市場也冷冷清清 說讓路買去直接減少一半 另外一棟蓋蓋的同帥大樓 原本才會開始拆毒 不過包商標示 作業平台還不夠管 要先從頭照單機去上來 並股有可能要等到星期六一後才能夠重工 接著我們跟柯林一位長冰爐 SMG稍作 法連報道 另外兩次都是 專長冰爐 SMG稍作 法定忍在